每周三晚如约而至的是以重逢见人生的好久不见节目 今晚节目的重逢委托人是一对夫妻 尽管他们已经生儿育女 但他们的婚姻始终没有得到女方父母的认同 这次他们来得好久不见 就是想让父母重新接纳他们 让我的父母来接受我的老公 你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接受 因为我的老公是一个残疾人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的老公家庭不好 觉得他们给不了我 我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是吃苦受罪的 就挺那个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刚在一起是几年前的事 有差不多有八年前的事了 八年 对 现在你也是孩子妈妈 对 身份角色转换以后 你现在能理解父母的心情吗 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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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理解妈妈的不容易和家庭的不容易 你能理解他们的一片浮现 对 那你的内心对这段感情有动摇吗 没有动摇过 但是想 就是想让我的父母来接受我的老公 以为人母的他现在能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 但他不后悔自己对婚姻的选择 唯一的遗憾就是父母仍然不能接受自己的丈夫 首先就是我岳父岳母 他们不能接受我 我拿什么东西他们也觉得不好 做什么他们都觉得不配他女儿觉得不对 所以我感觉非常的 不知道怎么能够孝敬他们 能让他们接受我 那怎么想到通过好久不见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化解这个问题 因为好久不见这档节目 我一直在关注 一直在听过一些调节好的一些案例 我就想着说 我要不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这个栏目组 看看能不能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从他们的角度思考的话 你能理解他们的做法吗 我非常能理解 因为首先我是一个残疑人 是一个盲人 看不到五彩缤纷的世界 而我的爱人呢 她是一个又健全 而且又是家里的唯一的一个宝贝 一个独生子女 所以说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的心情我是非常非常理解 但是呢 我也非常渴望家和万事兴 我也非常渴望能够拥有和岳父岳母 以及我所有的家人能够运用幸福的生活 现在重逢委托人夫妇依靠在景区表演 已经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这次来到好久不见 委托人的丈夫还带来了才艺展示 她想告诉丈母娘自己有能力支撑起一个家庭 录制的时候正巧丈母娘要过生日 她还特意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决定接受这次重逢委托以后 重逢使者燕林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 前往了河南省洛阳市 阿姨我想邀请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 我们的节目现场吧 有非常专业的这些心理老师 情感调解师 还有律师等等 我觉得他们会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我真的不愿意见燕林鹏 我也我不愿意见燕林鹏 我真的 我觉得也我可分的 最开始的时候我接到这个委托的时候 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委托人跟我说 说她的丈母娘脾气特别不好 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呢 本身我们外地去了 如果说见不到她了 或者说她脾气特别不好 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还怎么办 因为委托人跟我说 说了好多遍 说哎呀我丈母娘脾气特别不好 如果说跟你说了什么呀 你别往心里去 就一直在安慰我 就是让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任务 然后呢我去了之后 结果就非常的顺利 白天呢没有见到 因为白天呢 委托人的丈母娘在上班 晚上的时候下班了 我们非常顺利的见到了 然而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她的态度也是非常好 非常和蔼的 所以说我也是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到底是委托人的丈母娘本身脾气就特别不好 在我们面前装出来的 还是说在我们面前是非常正常的状态 只不过是因为她的这个女婿做的不够 不到位 她对她才是那样的态度 这个是其一 还有其二就是 在整个采访完帮助她们调节完了之后 最终能不能来到演播室 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的 我觉得 其实我们婚姻里面很多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讲自己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别人对自己怎么怎么不好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了 其实很多人做的是不够的 自己本身做的就不够 自己想要的就很多 然而呢 却复述的却很少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与委托人母亲沟通的过程中 导演组了解到了更多的矛盾冲突的原因 可能这些才是让母亲坚决反对这段婚姻的癥结所在 在导演组坦诚的沟通过后 重逢委托人母亲终于同意来到好久不见的录制现场 其实家庭环境的影响 对私家是有影响的 就是要他明白 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他 要不然他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回家 他说他害怕 因为怕爸爸妈妈回家打他 把他关起来 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每次过年的时候都是他最煎熬的时候 因为你想想在外边漂泊 然后有的时候是跟公公婆婆在一起 然后家回不去 父母的消息不知道 他心里是很难受的 那是当时我也知道 如果要是当时早到了情况下 我也会这样把他关起来 对他一个人要关心 杨云峰也要关了 彩排的过程中 重逢委托人母亲不停地在擦拭眼泪 对女儿的决绝里 包含了太多对女儿未来生活的担忧 这些年在他心里有太多想要对女儿说 却没机会说的话 面对好久不见的镜头 他都讲了出来 阿姨这次为什么是自己来的呢 叔叔呢 叔叔摸了身体不好 耿呼吸着 长腹老泪 他是怎么了 他有点小脑梗吧 是在私家走了之后吗 是的 在私家走了之后 因为我 承担 多路着说他 说他才发孩子的 退学 退学证明 现在我成年怨他 所以以后他生气 带了他闹闹 每天我都给孩子准备 妙可兰多奶酪棒 高盖美味 助力成长 奶酪就选 妙可兰多 每天我都给孩子准备 妙可兰多奶酪棒 高盖美味 助力成长 奶酪就选 妙可兰多 妙是安全 异国之本 幸福之机 故本强击 另离不弃 录制过后 好久不见 导演组的主创人员 集中在了会议室 讨论关于这次选题的 调解方案 录前 录前会 真的现在看起来 是太重要 就一个 录阳他的天机 就消化过 那么另外 再明确一点 更有好处 因为这里来的 都是素人 他们人都会 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面子 他一定会 会隐瞒一些东西 岳母商场之后 所以 就是两方观点 他们 在同一件事情上 各自的内心感应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分这份 他可能是觉得 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 然后他们最害怕的时候 都是怎么想的 分这份 首先私奔是 文学词 对 他不是一个 还对的这个 第二呢 就是说 18岁属于成年人 但是他不属于 这个女性的 英纪和年龄 女性必须打到 女20 男孩22 这是法定婚礼 对 一切准备就细后 录制即将开始 苏嘉天天跟我说 怎么样能让 咱俩成亲在一起 不是的 你要不再 跟他低估这行 他不会做决定 他是一个 没有逐渐的 女孩子 妈 那我对不起你 不叫你对不起 我只要你放手 我非常的爱 斯嘉 我就是恨你 我就是恨你 把吕斯嘉带走 回了我们的家 在导演春艳看来 这对母女感情深切 如果这次能有效地沟通 她很有把握 能让这家人 重归和睦 为此导演特意设计了 第二建场调解环节 希望陆大姐能够将自己 最擅长的调解 加入进来 我们是好姐妹 我们都是妈妈 我们都是有规律的人 要我的规律 我也是这么选择 我给她打散了 不如我祝福她 我要是给她打散了 不如叫姑娘 妈妈曾经管你 太严格 我可能给你的爱的方式不对 那么现在你要给你的孩子爱 别像妈妈这么给 因为我的女儿 一小的时候很讨计 我就经常打她 所以说她现在一打我外 所以我要说她 那种教育是不对的 她说妈妈 那你为啥当时也是那么管我的 你当时也那么谈我的 我就会说我说姑娘 为啥妈妈现在这个岁数 我在许的就是说家庭教育的育儿观 就是因为妈妈成绩不懂教育错了 因为妈妈的错现在才知道 我后果已经来不及了 在一个最大的优点 在这个人口之上 她是一个自力最强的一个人 她不是说的 我肌体我身材我质还财 这就完了 她是身材质不财 你看能看到 现在这个的家 看家四国人是她在养 你说这样呢 咱们也不能教练 有什么就是说不放心的 而且一定能有成果 我觉得 对 不能让我们好业 做个表彩 你再继续道歉她吧 真的是很优秀 这一个当事人和他们带来的寻找和调解的故事 我认为有时候在电视剧当中可能也写不出来 她有很多的传奇 有很多的遗憾 甚至我们会产生愤怒 为什么 因为这一堆男女 男方是一个盲障人 他们两个人情投意合 相亲相爱 父母反对 这非常能够理解 我们谁也不愿意把自己 这一个女儿嫁给一个盲障人士 亲亲可以理解 或许在当时是为了孩子的好 但现在他们婚姻已经经过了十年 这十年当中他们有错 他们失奔 伤害了父母 伤害了家庭 但现在他们还有两个孩子 生活得很幸福 这一位寻找的当事人 他自己也非常的努力 虽然忙脏 但是他有音乐天赋 他靠自己的天赋在养活着这一个家庭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 做父母的我们还要棒打鸳鸯 我想这个就不是为了孩子好了 这样你如果拆散 那么你想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所以我们要证实现实 虽然有一些 如果我们按照常理 甚至用其他的道理去评判 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父母 但毕竟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们难道还要用这样所谓的有道理 把这样的一个家庭去拆散吗 这样的拆散 我想对这一个女儿是一种伤害 还有对他们的这个外甥女 外甥来说更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 在一种特殊的场景 特殊的情况下用特殊的方式去促成这样特殊的和好 我想今天就是非常特殊的一次我们渴望 我们去努力促成的这样的事情 婚姻是自由的 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 但是对于妈妈来说 到底能不能接受 这也是她的自由 我们也要尊重 那接下来就看一看 最后的选择了 给你们一段考虑的时间 我们常说父母之爱子 为之即深远 像你老师们所讲的道理 相信这位母亲也能够想得明白 可是为什么这位母亲还是执意坚持自己的想法 在这中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母亲不愿意原谅的过往 完整故事竟在今晚播出的好久不见